Full Join 多有用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就是我们的语法 在Table的Join 两个表格要Join的时候 它就会出现这样 虽然我们允许使用者描述一个表格 然后它的结果是跟另外一个表格做Join的这样一个动作 然后我们可以从Front的课程 从Front的词句里面 把Join的东西把它放上去 所以理法就是Select 某些栏位 这是一模样 From以前剩很多表格 如果说你有Join的表格 你就From这个表格 然后要做InnerJoin Inner就可以不用写这样 然后On 这个什么 某一个属性 某一个两个表格的属性 这边的On 的Condition一定是表格1里面 跟表格2里面的栏位 要做某一种程度的比较这样 另外的话你可以多个 比如说Join Table 1要跟 Table 2Join 在这个条件里上 而且Table 1要跟 Table 3也要做Join 这个是可容许可战 然后位也就是代表全体的条件 所以这边我看一下 如果说我们用这样的写法 那我们的InnerJoin就可以改成这种写 我们要选择某一个人 跟他住在什么地方 然后这个From Employee 就是在抓InnerJoin的内容 还是Join Department Department Number 等于Department Number 等于这两个表格呢 作为一个Equition 就是InnerJoin的Department Number 跟Department的Department Number 要一样 以前我们是写在会的里面 现在是可以说 在这个From的这边 我们就把这个Join的条件写出来 那原则上 这个比较符合人类的思维 就是说原来我们写法 Select Name From Employee 跟Department 为了 Employee 的Department Number 要等于Department Department Number And Department Name 等于Research 原来要写 但是这个Equition 其实是固定很明显的看出来 但是我们如果这么写就很明显 就是Employee Joint Department 这个两个不同的栏 所以这就很容易 最容易写的方式 比原来的会更直觉 也就是说它写完之后我看得懂 比较容易看得懂这个内容 你如果写会了在这边 我们还要稍微想看看才知道说 这两个表格要做就明这个关系 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方法 以前我们教的是这样 Select 这些栏位 From 这两个Department 为了 为了Azit In Proveed Department Number 要等于Department的Department Number And D Name 等于Research 或者是你直接放前面 也可以 所以正正执行的时候 它会做最佳话 先把Department Name的Research 先把它找出来 所以还没有就完之前 就先把Department Name 这个属于Research的 这个部门5的 然后就把它抓出来 所以就得到说 这个Department的这个Number 就等于5 所以这边就只能比对5的 就以回于Number 5的 把它捞出来 捞出来的结果 就放出它的谁 然后住在哪里 这个就是一个 从我们以前的Select 所以从 where 转成就是你可以放Jone的 这个子具 close 在我们这个 from from 这个子具里面 好 那我们怎么描述 这个natural join 所以我们讲说 这个是书上的内容 我们就回到书上的内容 书上的内容 就是以这样的方法介绍 所以我们前面讲的 这是属于 应该说更前面讲的 都是属于这个Wiki的内容 我们书上的内容就是 怎么去描述这个natural join 然后呢 有各种不同的outer join 像let join,right join 跟who join 你知道吗 那natural join 基本上就是把两个relation 然后呢 这个不用写这个条件 因为它会imprecive的就是equi join 也就是说 你的这个relation r 跟relation s呢 它要有相同的栏位名称 在r里面要有栏位名称 跟这个s里面的栏位名称 要一模一样 那你会说 那两个怎么办 两个的话一样 就是说 你第一个的要跟第一个的一样 第二个的要跟第二个的一样 才会做旧的动作 那一般我们的forer key 跟这个parer key 其实我们当然就是forer key 直到parer key 那因为我们讲说 parer key只有一个 所以呢 这个除了说 a直到b的forer key 直到parer key 然后b直到a的 那就是forer key 又直到parer key 那这样的话才会有这个循环 这样 不然的话呢 其实就大概就是一个而已 所以通常的情形呢 就会得到所谓的equijoin的这个效果 这样 所以它写法是算是 比较简单的 所以我们可以说 slm 你的名字 跟这个住址 然后从什么 从employee里面 那这时候呢 我们要research department 要做这个equijoin 所以我们就写natural join就可以了 但是很不幸的 我们的employee跟department 这个department number是不一样的 对吧 所以呢 我们这边要里面 我们要里面 我们就把这个department的 改成叫department 就比较小 比较简短一点 而且呢 这栏会呢 我们就里面 那其中唯一要里面 就是department number 原来是这个叫department number 你知道 那department name 这个 message的 SSN 或这个date 你要保留原来的 没关系 但至少这个department number 要把它改成 跟employee一样 所以经由这个rename 的这个结果 我们呢 就可以直接做 natural join 那当然你会说 哇 这样好像是不太好算 因为你把这个department 改成department 然后每一个栏会 都要去描述 这个可能花的这个 这个可能又更 更久的时间 就是说你要写这个 你花的时间 可能更久 所以 所以呢 这个就是 National join 一定要说department 跟这个employee 两个不同relation 里面 要有一个栏位 名称 要一模一样 那如果不一样的话 一样可以透过 rename的方式 rename relation 的名称 也可以rename 这个男位的名称 所以使得呢 这两边 就可以做 natural join 可以做 natural join 基本上 就是这个 deployee 的department 要等于department 的department 那 again 就是说 我们以前所介绍的 一样是做的 这个 natural join 或者做的 这个议会叫 snate 这个名称 跟住址 从 employee里面 为什么要department呢? 因为它要找 department name 等于research的 这个部门的人 所以 这个变成department name 要等于research 另外就是 employee的department number 该等于department 的department number 所以有比较长的 这个词 那我们刚才讲说 书上的目的是 一开始就是把它弄得不一样 虽然就先不用讲这个 叠名 或者是重新命名 这件事情 现在就是我们知道说 我们可以重新命名 可以让它一样 所以可以做natural join 可是更直接的方式就是 当初你有forment key 跟final key 那么如果说它是对应上的话 也许你用的明真呢 是一样的 那这样的话 用natural join 哪个人就是这一支 好 没有 怎么没有好事 这样听得懂吗 没有 没有 幻灵 好 所以我们来比较一下 inner join 跟over join 所以inner join 基本上就是 最重要的 所以它是before before 然后有两个table的 这种就是inner join 这样 所以它before就是这个inner join 如果说你要outer join 你要描述是left join right join 还是for for join 在里面 the couple is include in the result only if a match couple exists in the other relation 所以呢 一个relation的表格 然后连结到另外一个relation的表格的时候 这个不能夸好像是蛮严重的问题 平方笔没有 不是不行 怎么会这样子变多能用 这个笔颜色可以 那为什么就是你也没办法写 好 这个没有办法写 真的是很抱歉 好 那每一个tuple in the left table must appear in the result 刚才讲过 如果是你left的outer join的话 那你的left table的每一笔资料 至少会出现在你的结合的两个表格的 会出现在 那如果没有找到对应的话呢 他会把那个rule of value 把它放到这个right table里面 这个我们其实也有看过 那书上就没有判例了 所以如果说你要判判例的话 就可以用我们的这个 我们刚才给同学